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们每一年的那个家庭 我们就可以驾着这一辆车出油 因为我们家里总共有七个成员 所以普通一辆车是不够多的 大马制作的第一部中文家庭实况竞赛节目 Exora我家最无敌 自三月初全国公开接受爆霉之后 就获得热烈的回响 经过筛选后的25个家庭 在选拔赛中更是使劲浑身解数 势必加入Exora我家最无敌 成为竞赛的一份子 在这个马来西亚看到这种活动 都是很特别很有新鲜感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想挑战这个活动 我们都是很独特的 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 你想知道分享的话 那你就看我们表现嘛 表现嘛 耶 两年没有了个人 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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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式全部他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种办东西 家里的男生其实没有什么做东西 典型不是问题 可以这样讲 我们整个家里都是很爱闹的 就是我们要从那边找那些东西出来 像是 我们的强项团结一心 我们的强项团结一心 公家最棒 我们各人一起跑这样子 公家无敌 我们的爱了 今天在这高达720万的人口的市中心里 人们来回穿梭大街小巷 大街上已就出现车锤马龙 全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这个早城变得不太一样 因为在这里 即将会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家庭争霸战 争夺成为马来西亚史上第一个无敌家族 我们在全国各地争选到六个参赛家庭 每个参赛家庭都有五个家庭成员 而他们会称作Portown Exora去过关长江 争夺赢取一辆Portown Exora以及其他现金奖 Exora我家最无敌这个家庭争霸赛呢 考验的就是参赛者们的体力还有智力 比方说他们的默契啊还有团结度 最重要的呢就是当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家庭成员之间将如何把这些负面的影响力 转换成正面的能量 那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每个星期我们将会有不一样的挑战 来考验所有的参赛家庭 当然啊如果你是挑战失败的参赛家庭呢 将会足以被淘汰 好 经过我们千跳弃选之后 最终给Town Exora的家族有 好 战斗力十足的挑战家族 自信心饱满的第一家族 伯伯好玩的麻雀家族 年轻又有活力的省市家族 人才体体的一流家族 自然是最胖也是最棒的红农家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怎么样 是不是很紧张啊 对 那这样是应该的 因为接下来你们会面对一连串的挑战 你们呢将会接受许多的挑战 还有面对不一样的困难 所以呢当中呢 你们会面对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面 还有哦就是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哦 无论如何希望你们能够利用家族的力量 克服这所有所有的挑战 证明你们的家族是最无敌的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一辆骑人车 为你们作为这次进驾的用途 为你们更了解这辆骑车的性能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汽车专家Dan 登伟德为我们讲解一下这辆骑车的性能 好不好 有请Dan 登伟德 你好 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这次会喜欢这一部车 是因为它的空间够大 而且陪容纳七个人 陪一家大小来乘坐 那特别是给那些家里较多成员的家庭 对了 Dan 选一辆车的时候 最重要是不是看它的底盘呢 对 选用一辆车 我们最主要就要看它的底盘 是否够坚固杂实 那如果有不幸发生意外的话 坚固杂实的底盘 也可减少那冲撞力 那也是啦 一辆车的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对 那这辆车有什么安全的配备吗 一辆车标准的安全配备 就一定要有AVS 还有DVD 那来防止意外的发生 还有这前桌的两个Airbag 也可以减低那向前冲的冲击力 那车当然最重要是它的引擎 对 不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引擎 好 那我们就拧一下它的引擎 可以作为一辆七人车或是家庭车 一定要有足够的马力来推动这辆汽车 这个当然 你看看我们的参赛 这么有分量 非常的有分量 对 阿Den啊 那你觉得这辆车的设计还有款式怎么样 那这辆车全体来说它的设计非常的时髦 而且又有动感 非常符合这一次我们用来做这个竞赛的汽车 那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这辆车 待会我们就有一个试车大考验 所有的参赛家庭都必须要通过这个考验 绝对不可以失败哦 Stadium Sha'ala 试车大考验的地方 为了让参赛家庭对于竞赛战车Azora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他们必须在这里进行五项任务 那就是S1 Roundabout Figure 8 50m Sprint 和Stop in the Box S1 最主要是测试汽车的整体操控性能 特别是在紧急转弯时 汽车的方向盘再转得少之余 也能转得快 Roundabout是为了要突出第一面交底的车 在高速拐弯时能提供更好的中心 再来就是Figure 8 用来测试汽车的回转半径 拥有较小的回转半径 汽车比较容易被操纵 特别是在转弯和停放汽车的时候 50m Sprint 是测试汽车的加速性能 体验高性能的引擎 最后是Stop in the Box 驾驶者必须在加速后 紧急在方格内马上停下汽车 以测试汽车的ABS和BB刹车系统